人民大团结万岁这句话 只有中国做到了 因为临过雨 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 当叙利亚总统因为战火纷扰 无法出席中国亚运会时 我国特意开辟了一条特殊的航线 泰国航专机专程接送叙利亚总统夫妇 绕开所有危险地区 扒了11个小时终于平安抵达杭州 如此高规格的接待 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尊重 亚运会上当叙利亚代表团一出场 攒上其手一共才8个人 全场唯一一次响起了两次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总统和总统夫人起立观看 他们万万没想到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 把他们当贵宾一样看待 叙利亚其手用力挥舞着国旗 好像在向世界宣告 他们这样的国家依然存在 长达12年的战火让叙利亚人饱受折磨 这个曾经如城堡一样美丽的玫瑰国度 如今是地球上最苦难的国家 城市变得千疮百孔 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孩子们更是饥寒交迫 国内各行各业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在叙利亚水深火热的这十多年 只有中国向它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批批救援物资多次送达叙利亚 让叙利亚人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 总共在联合国使用了18次一票否决权 其中十次都是为了帮助叙利亚政府免受迫害 因为我们也曾在废墟里仰望过天空 为了让大马士革的玫瑰重新绽放在叙利亚各地 我国向叙利亚打开了贸易港口 把他们带上了一带一路的快车道 一搜搜在满叙利亚货物的货轮向我国使来 里边装载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 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叙利亚古灶 这些古灶虽然看起来粗糙 但却不是普通的肥皂 原材料也只有橄榄和月桂 人们会冒着枪林带雨的危险抢收橄榄果 然后炸出橄榄油 根据比例加入月桂油 倒进120度的大锅内熬煮三天三夜 期间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 然后将这些灶液倒在地板的模具上冷却定型 等待液体凝布成形 工人们会像老牛耕壁一样 将古灶分割成大小一样的方块 最后让村里的老人拿起象征和平的图腾锤 敲打在每一块古灶上 此时古灶的制作还没有完成 他们会被送往古堡 经历三到十年的风干后才能使用 直到它的外表变成橙黄色 切开后里边还是橄榄绿色 一块传承千年的叙利亚古灶才算制作完成 这种古灶没有浓密刺鼻的味道 只有淡淡的橄榄油和月桂的清香 只需轻轻揉搓就能打出绵密的泡沫 无论是洗脸洗头洗澡都可以 当地人更是拿它当成牙膏来刷牙 这份从叙利亚传承千年的天然手工灶 承载的是叙利亚人几代人活下去的希望 而此刻中国帮它实现了 祝愿大马士革的玫瑰中将开满叙利亚每个角落 希望叙利亚的子孙后代可以免受战乱